到了第五節向左網的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太陽沒有回來的 是酒飲 我想整集我們講到香港的 由包子金侄女這單案之外 我們講到香港的司法制度 又或者從歷史角度去回顧 究竟香港的所謂法治本身 究竟我們揭開法治這個字後面 究竟是甚麼回事 究竟香港人是否只知道律 但不知道法 又或者我們會說 香港法治本身的維持 很大程度上是否有一個 神話就是我們在司法制度 或者我們在司法制度裏面的 一些相關人士 法官或者甚至大律師本身 都能夠完全以一個中立 或者沒有價值偏差的角度 去維持著這個司法精神 其實都可以值得去思考懷疑的地方 如果你說法律作為一個工具 如果你一個無論律師 或者是法官 尤其是法官 你能夠在這個法理上 運行這個法理 這是最起碼的基礎 但我說的是為甚麼天然在一個國家 就是因為它的價值半段 是會融進去的 他怎樣看這件事 舉個例子這樣說 不要說這個階級之間的差異造成 譬如某一個人 他一段特殊的經驗 可能對某一類的罪行特別 心痛、護絕 他就判重一點 或者是 他對某一種職業的人 或者某一個生活形態的人 有偏見的時候 他就不相信那個人 或者他對警察 不會印象的 作為警權來說 他就對被告人會寬鬆一點 這些事情我們不要計算 這是客觀存在的 我們說的制度上的問題 就是當這個立法和執法 都不是由人民授權 或者是由人民授權的人去委任的時候 就麻煩了 好像黃銀龍一樣 都不知道他是甚麼人 他認識多少東西 不知道 他是打開商業法 他認識多少東西 又不知道 所以其實黃銀龍 周圍一定有人幫他 那這些責任到底 是怎樣找出來的 其實現在某個程度來說 就是法律界找出來的 如果你說從一個 現代的概念來講 所有有利益關係的人 有利益關係的人 都應該有權的時候 這個在三權分立裏面 有一個永遠不能觸動的 表面上應該是絕對獨立的東西 在現代的文明裏面 其實就應該受到檢討了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說 怕著司法傾向於政府 而要它獨立 我是贊成的 但是這個司法獨立 作為一種至高無上原則 是要獨立於整個社會 就完全是錯的 你看歷史源流 就是在歐洲反對黃權 很多是因為司法界去反對它 因為當時的特殊具體環境 因為人民都沒有權反對 連議會都沒有的時候 就用這個司法制度 好像法國的政治原變裏面 這個司法界是經常限制黃權的 其實就等於貴族限制黃權 你貴族限制黃權 在當時來說是進步的 因為黃權是絕對的 貴族也好一點 如果你說到現在來說 我們為什麼用貴族限制黃權 用平民來掌權 如果我們說政府是一個 即使用民約論的角度 就是我們授權一個絕對的權力機關 去行使我們的權力的時候 很明顯 我們現在對於司法制度 去限制政府固然有用 但是如果你說相對於人民來說 對於議會來說 絕對說不通 所以其實很大程度上 你會看到就是說 整個司法機關 或者整個司法體制本身的變化 我們不能夠只抽空看制度 而一定要看回當地的歷史 社會 問題是香港和中國人 就不太注重獻 我們說法律 他連獻也沒有獻的概念 我們沒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其實任何的權力都要受予的 任何的權力的分配必須要保證 那些普通人在這個權力制度之下 得到一個不僅是法律上的公正對待 或者是權力上的分配 或者授權的分配 也必須要保證最終的結果 對這個社會公義 就是社會資源和財富的分配是公平的 你剛才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在法律裏面 無論在法律制度本身帶出來的價值觀 或者甚至在法律制度裏面的一些 持份者 剛才提過的可能是法官 大法官 甚至是大律師等等 有沒有那種所謂公正公義的價值觀 你看到英國的制度裏面 他是貴族統治 所以法律的緣變是貴族限制王權 貴族都做了 而上議院其實是代表貴族的力量 去限制王權 所以整個傳統就是聰明人和貴族去看社會 如果有些貴族比較深 是比較深一點的 有些改革 因為他有普通法用法庭的判決解釋法律 但如果以晚近來說 自從有了House of Commons 就是國會下議院之後 這個已經改變了 因為國會的至上權力 是應該以貴族 即是上議院去解釋法律是相衝突 但是廢得上議院而已 但是上議院的組成其實是貴族去做大法官 現在還未改變 要慢慢改變 而在平民階級裏面去做這個所謂皇家大狀 現在都會慢慢軟變 而問題更加深刻的是 皇家大狀本身都是社會建制的部分 英國的法律有好有不好 如果那兩個體系 如果你是純粹做了律師 現在香港的大狀很多都不認識 例如宇若美、湯家驊、梁家傑 是讀一個學位 不讀兩個學位 所以你不同的層次說 法律所有的人 作為社會建制的一部分 他享有這個社會的特殊的利益 他亦都在意識形態上親建制很清楚 所以你一定是要用一個 人民授權的機關和對應來監察 所以如果長毛這樣說 如果我們說其實期望透過法律 或裏面的人本身有一種公平公正公義的價值觀 但實際上本身整個制度其實就是為了維持現有建制 或者現有秩序 而否說其實根本是一個相矛盾的狀況 亦都是一個不停的交著和角力 有時當社會的民間力量大的時候 就迫著他們改革 或者令到他們裏面有一部分人都會態度轉變 其實所有大的變革和革命都是這樣 其實他們在統治階級裏面有一些人都要背起舊制度 法國革命也是這樣 美國革命也是這樣 俄國革命也是這樣 其實大部分初初出來革命的人 都是一個原來的統治階級裏面的精英分子 或者是一些破路 所以我們會說其實整個法律制度不變化 就算剛才我們這麼多節裏面都說到 法律制度本身都比較偏向是保守 但是我們社會如果是不斷變化 或者不斷有一些新的社會問題 衝擊現在這個穩定局面的話 法律制度不得不改的這個局面 其實有可能出現 或者這一節節目時間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再見